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一般我画下的地方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样的 是比较重点的 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说我们资格管理的话 这个职业证书通过所在机构向中国证券业协会进行申请 第一 这个要接下来 证券业 协会是不是 向协会申请 协会应当在收到职业申请证实期 30天内 我们向证监会备案 注意要向证监会进行一个备案 颁发职业证书 职业证书不实行分类 取得职业证书的人员 经机构的委派可以代表聘用机构 对外开展本机构经营的证券业务 若连续三年不在机构从业由协会注销企业证书 重新职业的应当参加协会组织的职业培训 并重新申请职业证书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要知道 我们的职业证书实际上是向协会来申请 那么协会收到申请之内 申请你的申请之后 30日之内他要向证监会进行一个备案 这是我们这一张PPT要掌握的 证券投资顾问的一个监管 资历管理还有机构管理 那么首先我们得知道 中国证券投资顾问业务的监管和自律管理 第一就是中国证监会积极派出机构 依法对证券公司证券投资顾问机构 从事证券投资顾问业务实行监督管理 要记住 中国证监会积极派出机构 他们才是一个什么 战场八景的一个监管机构 我画圈了这些的话就是重点 那么中国证券协会对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实行什么 自律管理 所以说协会的话实行的是什么呢 是自律管理 证监会积派出机构的话 实行的是什么 监督管理 所以这个的话 你把它记住了 这就是关键点吧 是不是 咱们就只挑关键点 给大家去说 那么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律机构 及其人员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这个原则应该把它记住 诚实信用 勤勉审慎的为客户提供 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这三个词 务必把它记住 考了不下三遍了 那么我们说 投资机构这个人员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勤勉审慎的为客户提供一个什么 投资顾问服务 三个词记住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律机构 及其人员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忠实客户利益 不得为公司及关联方的利益 损害客户的利益 这句话就整体要读一下 不能为了公司及关联方的利益 损害客户的利益 不得为证券投资顾问人员 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损害客户利益 不得为特定客户的利益 来损害什么 其他客户的利益 这几条的话一般出于什么 概念性的一个选项里面 出现这样的选项 就是不对的 要注意就是不能损害客户的 一个正当的合法权益 不论你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为了个人的利益 还是为了其他客户的利益 都不能损害客户的一个 什么正常的利益 这个大家知道 第八条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应当制定证券投资顾问人员的 管理制度 加强对证券投资顾问人员的 注册登记 岗位职责 以及职业行为的一个管理 那么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应当建立健全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管理制度 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 覆盖业务推广 协议签订 服务提供 客户回访 投资处理等业务环节 那么这里面的考译在哪呢 就是说 我们的投资资金机构 建立的这个投资顾问业务的 管理制度啊 它应该覆盖到什么程度呢 从业务推广 到协议签订 到服务提供 到客户回访 到投资处理 也就是说 实际上它的覆盖范围 是从你最开始接触客户 到你最后怎么样呢 所有的这个环节 都要覆盖得到的 它其实想图出这样一个考点 因为我们考试当中 也有过这样的提议 说我们的 相当于这个顾问的制度啊 是不是只覆盖于 客户交流这个环节 或者只覆盖到签约这个环节 不是啊 它覆盖到同开始到最后 全部的环节都要覆盖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的结果 应当向客户提供 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告知客户下列一些什么 基本的信息 这些信息的话 咱们大体了解一下就行了 第一公司的名称 地址 方式 投资电话 证券等等 第二的话 就是我们的投资顾问的 姓名和编码 第三 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主要是在这 投资决策 由谁来做出 客户来做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投资风向由谁来承担 由客户来承担 那么证券投资顾问 不得带客户 做出投资决策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记住 所以说我们在 做出决策的时候的话 一定是由 客户来做出决策 而不能由咱们什么 不能由咱们的投资顾问 来代替客户 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住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训机构 应当通过营业场所 中国证券协会和公司网站 公司前款第二项的信息 方便投资者来查询和监督 那么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训机构 应当向客户提供什么 风险的揭示书 并由客户来签证确认 这句话在这 风险揭示书内容与格式 要求由中国证券业协会来制定 由协会来制定 考章中特别爱给你 改成证券会 那就错了 这一条要把它记住 好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训机构 提供了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与客户签订什么 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协议 并对协议实行什么 编号的一个管理 这个我们得知道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训机构 从事证券投资顾问友 应当建立客户的一个什么 回访的机制 这个回访机制要注意 明确客户回访了程序 内容和要求 并指定什么 指定专门人员 独立去实施 一般是客服部或运营部 大家看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训机构 从事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应当建立客户投资处理机制 及时妥善处理客户的什么 投诉事件 投诉处理机制也是要有的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自训机构 应当按照什么 这个三个原则 公平 合理 自愿的原则 与客户协商并书面约定 收取证券投资公文 服务费用的一个安排 注意啊 是公平合理自愿 有没有公正啊 没有啊 一定是公平 合理自愿的原则 这三个无必把它记住 也就是考过的 ABCD 哪一个不是我们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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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 就收取费用的时候 公平 合理 自愿 这才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那么可以按照服务期限的 客户资产规模收取服务费用 也可以采用差别 用一等其他方式怎么样 收取啊 服务费用 换一话说 收取服务费用的方式的话 第一可以根据 这是一种啊 第一种是期限 还有什么资产规模啊 第二种是什么呢 差别 佣金等其他方式 收取啊 服务费用啊 你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期限 资产规模来收取 也可以根据什么 差别佣金啊 差别佣金比较常见 是不是啊 你VIP客户 跟一般客户 收取的佣金的比率的话 肯定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的话要注意 证券投资顾问 服务的费用 应当以公司账户收取啊 这个 也考过 是吧 考上当中给你改造个人账户 那就错了 极致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及其人员以个人名义 向客户收取证券投资顾问的 一个什么 服务费 这一条也是要把握住的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通过广播 电视 网络 报刊等公众媒体 对证券投资顾问 业务进行广告宣传 应当遵循什么 广告法啊 那么肯定的话 专属广告法的话 就不得存在虚假 不实 还有什么 误导性的信息 以及其他什么 违法违规的情形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应当提前几个工作日 时间记住 提前五个工作日 将广告宣传方案 和时间安排 向公司住所地的证券局 注意啊 向住所地的什么 证监局 媒体所在地的什么 证监局来 报备 公司的住所地的证监局 和媒体所在地的证监局 进行一个什么 报备提前五个工作日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通过举办讲座 报告会 分析会等形式 进行证券投资顾问 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的 应当提前五个工作日 向举办地的什么 证监会 注意是举办地啊 证监局进行一个什么 宝贝 应当就是这一点 提前五个工作日 那么以软件工具 中端设备等为载体 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 或者类似功能服务的 应当也是执行的 这样一个规定 鼓励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讯机构 组织安排证券投资 顾问人员 按照证券信息 传播的有关规定 通过广播 电视网络 报刊等公众媒体 客观 主要 要客观 要专业审慎 对宏观经济 行业状况 证券市场变动情况 发表评论意见 为公众投资者 提供证券投资资讯服务 传播证券知识 揭示投资风险 引导什么 理性投资 这里要强调什么 这里要强调一个点 就在于什么 国家其实是鼓励 我们的行业当中的专家 和我们的公众 进行多方的交流 从宏观行业 把我们的整个股票市场 等等类似于大盘 去给出专家的一些解读 普及民众的知识 但只是有一点 我们要注意就是什么 国家是鼓励 是没问题 但是鼓励的前提是什么 你不能做出具体股票 或债券的买卖 你可能会说 最近的话 房地产市场的话 可能是我们一个 投资的一个热点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绝对不能说 万科这些股票可能要涨 保能 这个保利这些股票的话 可能要涨 我们要买进它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你说国家鼓励怎么样 鼓励我们整个行业 你去做一个 大咖去知识去传播 是不是 但是不要做具体的买卖 因为那样影响怎么样 投资的一个判断逻辑 这考点就在这 正向投资顾问 后续直接培训的目标 进一步有针对性的 加强职业人员 对证券市场法律 法规的一个什么 掌握程度 增强职业人员的 手法意识 诚信意识 通过多种形式的 证券业务专题培训 切实提高 他们的一个什么 业务素质 就是我们后续培训的目标 一是什么呢 加强你的什么 专业知识 二加强你的什么 业务素质 是不是 增强你的这个 这个手法意识 正向投资顾问 那么它呢 是指公司正在或将要从事 符合证监会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暂行规定中 所指的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取得证券投资 咨询业资格 且在协会注册登记啊 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 成为证券投资顾问的 证券营业部员工 证券投资顾问 不得同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 这句话是我们考了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遍了 是不是 记住他 投资顾问不得同时注册为什么 证券分析师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训机构 及其人员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什么 忠实客户利益 不得为公司及其关联方的利益 损害客户利益 不得为证券投资顾问人员 及其利益 损害客户利益 也不得为特定客户 损害客户利益 这点特别要注意 证券投资顾问 又的信息隔离机制的话 第一是什么呢 公司高管层的一个信息隔离 高管层的知识的话 这个获得的信息情报 肯定和底下小别人不太一样 是不是 第二 公司各业务板块 和部门之间的一个什么 隔离 部门之间的一个隔离 就相当于会计和出纳 是不是 防火墙制度 证券投资顾问和证券分析师 之间的一个隔离 投资顾问的话 面对客户 分析师的话 主要做后台 出投言报告 然后呢 投资顾问的话 对分析师的话 把投言报告发出来以后的话 投资顾问给客户去怎么样 做解读 如果你不是很明白的话 先管分析师了解明白 再去解读 是不是 这样有关系 业务限制的话 就是我们的有一个什么 叫静默期 一个叫什么 限制清单 限制清单的话 就不允许你做这个业务 静默期的话 一般是24小时之内 怎么样呢 不要去打扰客户 你说一旦买了我们这个产品以后的话 客户有一个24小时静默期 这个静默期是干嘛呢 客户在这24小时之内的话可以反悔 而且是没有什么 呃 这个损失了啊 他想反悔就反悔 这是对我们投资的一种保护 投资顾问服务人员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 电话 短信 电邮等方式 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服务 正在公司呢 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 记录 监督正在投资顾问服务人员 与客户的沟通过程 实现过程的一个什么 留痕啊 那么客户回访的话 我们要知道 要另设什么 回访机制 回访机制的话 我们说一定要专门的人员去做 那么这个回访的话 要是怎么样 全面去啊 回访 绝对不是什么呀 抽查 是不是啊 另外呢 回访要留痕或什么呀 有一个啊 参照啊 就我们客户回访和投诉啊 要做到这一点 正在投资顾问的业务的一个原则啊 那么正在投资顾问业务的话 也考过这几个原则 咱们知道 第一个原则叫什么呢 忠实啊 诚信啊 第一个原则是忠实诚信 咱们知道这是业务的原则啊 正值成绩原则是指 证券投资顾问 应遵守并奉行高标准的 诚实清廉和公正原则 确实掌握客户的资历 投资经验与投资目的 具体提供适量服务 并谋求客户什么啊 最大利益 不得有误导 欺诈 利益冲突或内线交易的行为啊 所以第一条的话 叫忠实啊 诚信 第二条叫什么呢 叫勤勉 尽责啊 这个要记住 第一是忠实 诚信啊 第二的话叫什么呢 勤勉 尽责 公司员工应于其业务范围内 注意业务进行与发展 对客户的要求与疑问呢 事实提出说明 无论和现有客户 潜在客户 雇主或职员 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都必须秉持 公众 公平 且充分尊重对方啊 勤勉 尽责啊 第一个叫什么呢 忠实 诚信 勤勉 尽责啊 善良管理人 注意原则 中央德国公安应以 善良管理人的原则 什么叫善良管理人啊 那么确实遵守公司内部的 职能隔离机制 以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并管理客户委托的资产 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证券投资服务 其实善良管理人 顾名思义的话 就是我在管理你的餐厂的时候的话 其实我做 比如说公募基金经理的话 我管理的好 也管理的不好 我拿的钱一不一样 都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我管理不好的话 怎么样呢 实际上他有一个很大的确定 就来年的话 有没有客户来选我了 没有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作为善良管理人来说的话 客户给你去管理的话 说明是信任你 所以你一定要尽一个最大努力 去把它维持好 第四呢 要做一个原本叫什么呢 叫专业啊 胜任是吧 专业啊 胜任 忠实诚信 勤勉尽质 善良管理人 还有专业啊 胜任 应持续的充实的专业技能 并有效运用于职务上的工作 树立专业投资理财的风景 是吧 一定要专业去理财 第五的话就是一个什么 保密原则 保密的话 我们是要妥善保管客户的资料 禁止泄露机密信息 或有不当使用的情况 从而让客户怎么样 信任你 是不是啊 如果要泄露的话 你要得到客户的什么统一呢 要得到客户的书面的 书面的授权 书面的统一 是不是啊 这我们来知道啊 再来看 证件图的 顾问要的一个客户回访机制啊 证件公司应统一组织回访客户 对于新开客户应当带什么 一个月之内怎么样呢 完成回访 无名技术啊 是一个月之内 对原有客户的回访比例 应当不低于上年末 客户总数的一个什么 百分之十啊 这个的话 注意这个这个比例 回访内容应当包括 但不限于客户身份的核实 客户账户的变动确认 证件营业部及证件 证件业从业人员 是否是违规带客户操作账户 是否向客户充分揭示了风险 是否存在全权委托行为等情况啊 客户回访应当留恒 相关资料应当保存不少于啊 三年啊 这三个点 一个月底完成 比例的话不低于上年末 客户总数的百分之十 留恒 时间的话是不得少于啊 三年啊 这几个点 这几个点要记住啊 跟你说的基本都是考试的时候 经常考的地方啊 证件投资顾问客户投资处理的机制 证件公司及证件营业部 应当在公司网站及营业场所 显入为公示客户的投资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保证投资电话 至少在营业时间内呢 是有人指手的 证件公司及证件营业部 应当建立客户投资书面 或者电子档案 保存时间也是不得少于啊 三年啊 每年四月底前 这个时间要记住啊 四月底前 证件公司和证件营业部应当 汇总上一年度证件经济业务 投诉及处理情况 分别报证件公司 住所地的证件营业部 所在地的什么证件局呢 进行一个什么 备案啊 对证件投资顾问业务 各环节留款过程的要求啊 证件公司证件投资资讯技工 应当对证件投资顾问业务的推广 协议的签订 服务的提供 客户的回访 投诉处理等环节 实行啊 留恒管理 这个留恒管理说白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要 全流程啊 说那么多啊 其实就仨字 全流程啊 只要是咱们交易的环节的话 全部都需要干嘛 全部都需要留恒 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时间 内容 方式和EQ等信息 应当以凶面或电子文件的形式 予以记录留存 证件投资顾问业务档案的保存期限 自协议终止之日起 不得少于五年啊 业务档案的话 不得少于五年 回访的话 是不得少于三年啊 给它区分 给它区分开啊 严禁接受扣了 这个证件投资过呢 一些禁止性行为的要求 禁止性行为的要求的话 是绝对不能去做的 是不是啊 有哪些呢 第一 严禁接受扣了什么 全权委托啊 注意啊 全权委托是绝对不可以的 全权委托的话 就是我把账户 密码什么全部告诉你 你来帮我去炒股 去帮我买股票啊 这是不可以的 严禁接受 未经客户授权的非全权委托 不得代理客户办理提款 转托管 撤销指定及销户手续啊 这就不能办了 严禁提供虚假信息 欺诈客户或为增加佣金收入 而有意义怎么样 误导客户交易 为了一起私利啊 严禁向客户做出投资保底啊 注意啊 这是绝对不能做 投资保底 亏损有限或什么 必定盈利等不切合实际的什么 承诺什么保本保息啊 这种词的话绝对不能出现 一旦出现 绝对就是一个什么 很大的错误啊 严禁向客户收取或索取筹谢 严禁串通客户呢 损害公司或其他客户的生育和利益 严禁什么 相互诋毁及相互什么呀 争夺啊 客户 严禁以任何形式在公司内部 现有客户中开发客户 或将自行到营业部柜台开户的客户 据为其有啊 严禁泄露客户开户资料 及透露公司的什么 商业啊 机密 这些的话应该大家还比较好选 只要看出来的话 你要知道他是不准做的就好了 从事证券投资公安业务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后果啊 那么这就是说 一旦你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之后的话 那么我们是要承担相应的一个啊 后果的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机器人员 从事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违反了法律 行政法规和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暂行规定的 中国证监会 积极派出机构 可以采取责令改正啊 有哪些措施呢 第一叫责令改正啊 犯错就改呗 这怎么样呢 抓你去喝茶了 是吧 监管谈话啊 然后干嘛呢 出具啊 警示函啊 要警示你了 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 并提交什么 合规检查的一个啊 报告 责令清理啊 违规业务啊 责令暂提怎么样 新增客户 责令处犯有关人员等监管措施 如果情节比较严重的 中国证监会 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的 做出行政处罚 申言犯罪的 依法移交什么 司法机关 这是我们可以处罚的方式 大家做一个了解 从事证券服务的 一个禁止性行为 第一呢 就是代理委托人 从事什么 证券投资 这个的话是不能 不能做的 代理委托人 从事证券投资的意思 就是说什么呢 委托人委托我去干这个事 那我来帮他去 去真的去投资 实际上这个投资 要是什么 客户亲自来做的 而不应该是我去 代理他去做 与委托人约定 分享证券投资收益 或者什么 分担证券投资损失 这个也是 注意啊 分享收益 共享收益 或共担损失 这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我们说 我们作为投资顾问来说 实际上他的投资 我们是给他提供建议的 道理是赚是亏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不负责任的 绝对不能说 我给你共担 风险 共同享受收益 不可以 买卖本资云机构 提供服务的什么 上市公司股票 这很容易造成什么 这是这个内部交易 是不是啊 我那公司 我给他透过服务 然后你客户来买的话 我就去买他的股票 是不是啊 实际上你们这样 有没有利益输送的 利用传播媒介 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提供 传播虚假 或者误导投资者 一些什么信息 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其他行为 有以上所列的行为之一的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那么依法要承担什么 赔偿责任 依法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在正义交易活动中 做出虚假陈述 或者说是信息误导的 责令怎么样 进行改正 除以3万以上 2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要注意 虚假陈述 或者说是信息误导的 要做出3万以上 2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 该地方的主体 包括证券投资责任机构 及其证券投资责任人员 在内的一切机构 如果你欺骗人家 虚假的情报的话 那么3万以上 2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所以说其实对于第一章来说 总体的 总体它的内容的话 大概就我给它 大家的这个这个 相关的内容 大概就这么多 大家其实有个看呀 基本都是一些什么 我们比较常见的 是不是啊 比较常见的一些内容 所以说呢 我们在 冲刺班里面的话 就会给大家只讲什么呢 只讲重点 难点 是不是啊 考点啊 所以说对于那些什么样呢 我们一些解释性的东西 你会发现 就少了很多啊 因为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给大家呢 哪些是重点 我们给你挑出来 重点去记它 这样的话 基本上怎么样 这个可以短时间内啊 提升你的通过率 什么事的话 你都要做通过做题啊 来来来训练 我们来看来看一下 说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应当严格执行 发布证券研究报告 与其他证券业务之间的 什么 防止啊 防止啊 存在利益冲突的部门 几年员 利用发布证券研究报告 来谋取一个什么 不当的利益 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啊 这是一个啊 这是隔离制度啊 就是说 发布人员和前台人员 能不能是一个人啊 不能 发布人员的话 一般我们说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分析师 前台的话 一般是投资顾问 大家 如果你又是前台 又是后台的话 那你发布的一个证券的话 一定什么呀 写了哎呀 尽量偏向我们自己 是不是啊 不够客观公正 你这样的话 很容易误导别人 那么 你这个的话 就是有一个误导的 一个嫌疑嘛 所以说 发布证券业优报告 暂行规定 对防范发布证券业优报告 与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之间的 利益冲突作出规定 该法规 第十四条规定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讯机构 应当严格执行 发布证券业优报告 与其他证券业务之间的 一个什么 隔离墙 制度 是不是啊 防止存在利益冲突的部门 纪念员 利用发布证券业优报告 来谋取一个什么 不正当的利益 你故意发布这个报告 对自己有利的话 那很容易把客户的买 就骗过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 那么我们就要 防止这种制度 那么这种制度的话 名字叫 隔离墙 制度啊 好 2010年10月12日 中国证券会颁布了 发布证券业优报告 暂行规定 和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暂行规定 两个规定呢 指在进 进一步规范什么业务啊 我们之前也说过啊 进一步规范的是投资啊 咨询的这样一个业务啊 因为投资咨询的话 包含了我们的 顾问啊 还有我们的分析师啊 所以是投资咨询 这个 记住就行 这也是个原题啊 什么一般指 证券机构担任 证券公开 这个这个发布活动的 一个成交商 或财务顾问 在本机构 承销或管理的 证券发行活动之前 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 呃 提前优传员不得 对外发布 关于该发行人的 研究报告 什么啊 是不是叫 静默期啊 就说 一旦我们说 出来这个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 报告之后的话 或让客户来投资之后的话 我们一段时间的话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不得去打扰客户 那么这段时间的话 我们就叫静默期哈 那么静默期 一般指证券机构 担任证券公开 发行活动的 承销商或财务顾问 在本机构 承销或管理的 证券发行啊 发行活动 之前和之后的 一段时期内呢 他的研究人员 不得对外发布 关于该发行人的 研究报告 静默期 那么静默期的 意义在于什么呢 静默期的意义在于 防止分析师 为配合本公司 投资银行业务 调控发行人 股价的一个需要 发布倾向性 误导性的一个什么 研究报告 因为你发布这种 倾向性或误导性 你比如说 你的公司要上市了 是不是 明明你的股票值10块钱 你给他吹的值20块钱 是不是 很容易造成一个 巨大的泡沫 让投资者 陷进去或出不来 这种事 绝对不可以的 静默期的话 是相当于 给客户一段时间 冷静一下 看一看 自己到底有没有 被这些什么 所谓的投行 分析师给蒙蔽了 是不是 所以保护的是投资人 正向投资的一个 岗位的职责 不包括什么呢 那么我们说 买卖时机的一个分析 可不可以啊 可以是不是 我们说 王阿姨 我觉得对应 比如说万克的话 或者说是 这个这个这个 保利 他的这个房地产 又要过热 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 这两天的话 由于一个支撑 我认为的话 可能是一个买入时机 可不可以啊 没问题 热点分析 那么热点分析 比如说 王阿姨你看最近的话 这个一带一路很火 是不是啊 人工智能很火 那么相应的军工也很火 是不是啊 和印度要对峙嘛 那么包括我们的巴依的一个军演 是不是啊 那军工马上是不是会很火呢 那我们可以热点进行分析啊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的话 哎呀 王阿姨最近 这个美元涨得有点厉害 那黄金的价格 可能一直在下跌 那么在投资的时候 尽量怎么样 黄金再缓一缓 是不是啊 进行风险的一个啊 提示也没问题的 代理客户操作 这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说代理客户操作的话 这有点类似于全家委托 是不是啊 我们是绝对不允许说 投资顾问的话 代理客户去操作的 你可以干嘛呢 你可以给他建议 最终操作怎么样呢 一定是什么 客户自己来 我们只是一个顾问 顾问有点类似于师业 军师是不是啊 拍板的还是将军和这个客户嘛 证券投资顾问的岗位之则呢 主要包括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 比如说 什么时候买卖啊 哪些是热点啊 证券的选择啊 还有什么呢 风险的一个提示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 只是我们给出建议 那么至于真正的操作的话 还是要客户来 亲自去做 证券投资顾问 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话 应当具有合理的依据啊 投资建议的依据呢 是啊 不包含哪一些 注意啊 依据的话是不包含什么 我们可以依据什么呢 可以依据一个证券研究报告 可不可以啊 可以 这个证券研究报告 比如说 我要对私募还进行投资的话 我看一下清科的研究报告 可不可以啊 没有问题 基于证券研究报告的投资分析意见 可不可以啊 这个分析报告当中说了啊 最近的话私募呢 可能是一个寒冬 那么比如说 共享单车一类的话 这个方向不太好 是不是啊 大家不要去投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做参考 还有根据一些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logit模型 是不是啊 死亡率模型 模型也可以啊 证券投资顾问的主观判断 主观判断这晚上的话 就太就就太随意了 是不是啊 拍脑袋了啊 那么一拍 我觉得股票不太行 明天哎呀 我就股票还可以 是不是啊 随意性太大 这种主观性的话是不可以 所以说 第四里头 证券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 应该具有合理的什么 依据啊 你给我建议 那为什么要给我建议 说你为什么要让我不买黄金 因为最近股市 这个美元在涨 是不是啊 美元和黄金成反向关系 所以说我们 我们不买了 但它里面就有个逻辑性 是这个意思吧 投资建议的依据呢 包括证券预估报告 或者基于证券预估报告 理论模型 以及分析方法 形成投资分析意见等等 绝对不能是你的什么 拍脑袋 主观意见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金机构 应当向客户提供风险的揭示书 并由客户呢 来签说确认啊 那么风险的揭示书啊 这也是我们知道的 那么风险揭示书 是我们现在的话 实际上在做投资的时候的话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 呃 一个一个工具 是吧 那么这个工具的话 意思就是说 一旦客户在做我们的投资之前 我们要对客户的话 进行一个风险的揭示 就是说 我们先不要的话 就上来就说 我们的产品收益怎么怎么样 你要先说 哎 这个产品是有什么风险的 那么客户在了解 这个风险以后怎么呢 来亲自签署风险 揭示书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风险揭示书 它的内容和格式的话 我们是由谁来制定呢 是不是我们之前也说过 是由啊 协会来制定啊 现在你会发现 呃 尤其是这种百万以上的产品的话 都需要签什么 风险的揭示书啊 另外还要写 本人以什么什么充分阅读 相关条款 发生的风险的话 由本人怎么样 亲自来承担 啊 但是这样 那个结果啊 根据证券投资顾问 要的展情规定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应当向客户提供什么 风险的 揭示书 啊 并由客户呢 来签说 确认啊 那么风险的揭示书 内容与格式的这个要求 由谁呢 由协会 来进行制定啊 由协会来制定的 这个我们也说过啊 那比较好记 客户回访呢 应当留恒 相关资料应当保证 不得少于多少年啊 客户回访的话 我们说是要建立 专门的机构 有专门的人去实施 新增客户 一个月之内进行回访 回访的比例 不得低于上年年末 总人说了百分之十 保留信仰不得低于啊 是不是三年啊 我刚才说了 是不是一个一个月 一个百分之十 一个三年啊 给大家强调了啊 客户回访呢 这个内容呢 应当包括 但是呢不限于第一 身份核实 哇你是那谁是谁吗 是不是啊 身份核实 账户变动的一个啊 确认 还有证券一页部啊 以及证券从业人员 是否有违规 带客户操作账户 是否向客户怎么样 充分揭持风险 是不是存在 全权委托行为的 绝对不能出现什么 全权委托啊 这个是大机会 客户回访呢 应当留恒 相关资料的话 应当保存的话 不得少于啊 三年啊 一般来说 就是有专门人员 请回访 相关资料 不得少于三年 什么录音啊 等于影像资料 就是这些东西 证券公司应当统一组织客户 对新开客户 应当在多少个年 能完成回访啊 刚才说了啊 一个一个月 能完成回访 是不是啊 对原有客户的回访比例 应当不低于上年末 客户总数 不含休眠账户 及终止交易账户的 多少了 百分之啊 十 是不是啊 这三个数字又考到了 所以说证券公司 应当统一组织回访客户 对于这个新开的客户 应当在一个月内 怎么样 完成啊 回访 对原有的 这样的一些客户的 一个回访比例 应当不低于上年末 客户总数的百分之啊 十啊 那么客户回访应当留恒 相关的资料 应当保存不得少于啊 三年 是不是啊 相关资料的话 不得少于三年啊 对我们重点是把这个关键 一个月 百分之十 还有什么 三年这种关键词啊 怎么给它 记住 这是最关键的啊 再来看一下 下来关于对提供 证券投资顾问 辅助的人员的要求 正确的有啊 那么证券有这种 提供我们一般都用什么 排除法 是不是啊 第一 证券投资顾问 可以同时注册为 证券分析师啊 这个的话 其实你 别看这句话 是不是挺简单的呀 但是考的话 不下五遍了 是不是啊 一定要注意 他不能同时注册为 分析师啊 应当具有证券投资评 职业一个资格 是不是啊 那么 必须在中国证券协会 登记为证券投资顾问啊 证券投资顾问 不能同时注册为 证券分析师 是不是啊 这个是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 是不是 根据证券投资顾问 业务的一个 展行规定 第七条 向客户提供 证券投资顾问 服务的人员啊 应当具有 证券投资咨询 职业资格 并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 注明 登记为 证券投资顾问 证券投资顾问 不得同时 怎么样 注册为证券分析师 这个的话 我们得知道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评讯机构 应当向客户提供 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按照公司 制定的程序和要求 你要了解客户的什么呢 了解客户的身份 要不要了解啊 要了解 是不是啊 你是做什么的啊 财产里收入状况 你的每年的收入啊 你的家里的财产多少 你有什么样投资需求 你是要投资信托 保险 基金啊 还是要投资 我们的这个这个 银行理财是不是 还是要外汇 还是要投falf 还是要不投不动产 投资需求 还有风险偏好 那么你是一个风险偏好型 风险厌恶型 还是一个风险中立型呢 他都要进行一个什么 相应的了解啊 所以这几项的话 都是我们要了解的 所以根据证券投资顾问 业务一个展行规定的 呃规定啊 那么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讯机构 向客户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按照公司制定的程序和要求 了解客户的什么啊 身份 财产收入状况 投资经验 需求 风险偏好 同而评补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 并以书面或者电子文档的形成 予以记载和保存 啊 这个我们来知道 专业人员 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呢 这个条件不还哪一些啊 那么专业人员的话 我们说 这个这个要求什么呢 第一参加资格考试人员 应当年满多少岁呢 18周岁啊 那我们说 参加资格考试人员应当年满18周都没问题了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啊 完全名字行为能力 参加考试人员合格的从而取得了什么 从业啊 资格啊 所以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 有第一的话是年满18没问题 第二怎么样 高中以上文化 还有完全名字行为能力 没问题 参加考试 然后怎么样呢 考试又要合格的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取得从业资格的 最近三年为什么行处行事处罚 这个的话就没说了 是不是啊 哎 这个题的话选的话 应该选一二三 是不是啊 证券公司可以按照下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取服务费用 我们说 可不可以根据这个服务期限呀 可以 可不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客户的资产规模呀 也可以 可不可以采用差别佣金啊 也是啊 可以的 是不是啊 所以说可以用这些方式 我们刚才是不是特意给大家列出来啊 所以说的话 应该是选 币啊 那么根据证愿投资顾问业务 展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 证愿投资资源机构 应该按照什么呢 这个原则啊 公平合理 资源的原则呢 与客户协商并书面约定的 收取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用的安排 可以按照什么呢 期限资产规模来收取 也可以按照什么呢 差别佣金等其他方式进行啊 收取服务费用 是吧 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啊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源机构 应当向客户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告知客户的基本信息啊 有哪一些呢啊 那我们说有公司的名称要不要告诉啊 要投资决算呢 由客户做出 投资风险由客户来承担 还有公司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一个资格 以及证券投资顾问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这些实验的话怎么样呢 都是我们必须要告诉客户 是不是啊 再来回顾一下啊 刚才其实这一页也给大家去说过了啊 根据证券投资顾问又载行规定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向客户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告知客户下的男性性的第一公司名称嘛 是不是啊 你公司名称还是要告诉人 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地址 联系方式 投资电话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资格等 第二 投资顾问的姓名 还有证券投资咨询职业资格的一个什么 编码 第三 相关的一个内容和方式 下面这句话 投资决策由客户来做出 投资风险由客户来承担 证券投资顾问不得带客户做出啊 投资决策 可以强调了吧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应当通过营业场所 中国证券这个协会 还有公司的网站 公司前款第一二项信息 方便投资者来查询和监督 也说过了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投资建议服务内容 包括哪些呢 我们说第一 可以去给你一个 投资品种的一个选择 是不是 这是可以的 然后的话说 第二保证收益 这个的话 不用说我们投资顾问 就任何的一个理财的话 都不能怎么样 上来就保证客户的一个收益 是不是 这是不可以的 可以告诉你一个投资组合 你可以买股票 买债券 买基金 买信托 买保险 是不是 或者买一些银行理财 但是的话 你就不能告 你就不应该告诉他 你买了以后的话 保证你30% 30%的收益 是不是 这不行 理财规划建议 是不是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理财规划 比如说你这个月支出比较多 那我们能不能结一下流 是不是 比如说你赚了公司 开公司赚钱 我们能不能采用一些税务规划 帮你逼一下税 所以有一些理财规划建议 这个的话应该选C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是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 一种基本形式 指的是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 接受客户委托 按照约定 向客户提供 涉及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 投资建议的服务 辅助客户呢 来做出一个什么呢 投资决策 并直接啊 或间接 获取经济利益的 这样一个经营活动 投资建议服务呢 这个内容啊 包括投资的品种选择 投资组合 以及什么 理财规划建议啊 品种可以啊 组合可以 以及什么 理财规划建议等等 这些呢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训机构 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与客户签订 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协议 这个协议的内容 包含哪一些呢 第一 我们说 可以包含什么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啊 服务内容和方式 收益分成 亏损分担约定 以及收费标准和支付方式 那么这个内容 包含哪一些呢 我们说 证券投资顾问 业务展现规定的话 我们说规定 证券公司 提供证券投资顾问服务 应当与客户签订 证券投资顾问服务协议 并将协议的实行编换管理 包含哪一些呢 第一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吧 证券投资顾问的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证券投资顾问的职责和禁止的行为 收费的标准和支付方式 以及争议或者纠纷解决方式 包括我们说 终止或者 或者解除协议的一些条件方式 注意绝对不能有什么 亏损分担这样的条款啊 你看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哪里啊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可不可以啊 可以 内容和方式可不可以啊 可以 收费标准行不行啊 可以 这个什么 收益分成和亏损分担约定 这一条的话 我们是不是特意强调了 绝对不能是 不能跟客户共同去承担 呃承担风险 然后共享收益啊 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哈 因为我们说这一条是禁止的 因为我们作为投资顾问 只是拿一个固定的佣金啊 然后的话 跟客户提供一些 呃理财方面的建议 那么至于这些建议的话 客户财不财大的话 与我们没关系 至于他最后赚钱还是亏钱 也跟我们没关系啊 所以不能共担风险 也不能共享收益 证券公司 证券投资资金机构 应当按照公平合理资源的原则 与客户者协商 并书面约定 收取证券投资公安服务费用的安排 可以按照什么方式来收取服务费用 我们是不是刚才说了 可以按照服务期限可以 可以按照什么 资产规模也可以 另外还可以采用什么呢 差别啊 用金的方式啊 所以这些的话都是我们 都是可以的 其实你会发现考的内容怎么样 并不难 都是在前面的重点里面去提到了啊 用金不能和什么 盈亏去挂钩啊 这个得知道 证券公司办理经济业务 借助客户的全权委托 买卖证券了 中国证券会积极派出机构 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做出什么样的监管措施 或行政处罚 我们说 如果说是全权委托的话 那么我们有哪些 哪些处罚 第一可不可以警告啊 可以警告一下 是不是啊 出去三万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可不可以 撤销任职资格 或者证券从业资格 也是可以的 中生市场进入 这个的话有点太 太 就是比较 比较狠的 是不是啊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这种的话 中生市场进入的话 不至于做一个全权委托的话 就是中生市场进入了 一般是犯重大的错误 是吧 给行业造成了一个巨大损失 才会有这种 这个这个处罚方式啊 所以这个的话 应该来说是选C啊 那么 证券法第212条 证券公司办理金业务 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买卖证券的 或者证券公司 将客户买卖证券收益 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 做出承诺的 责令他去怎么样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5万以上 20万元以下的一个什么 罚款可以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给予警告 并处以什么 3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 可以撤销认知资格 或者什么 中生从业资格 但是说你终身进入啊 这个的话就 有点不太可能啊 就有点狠 中生投资公司应当根据了解的客户情况 在评估客户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向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个投资建议啊 那我们说一般来说应该了解客户的什么基础之上 首先的话你得知道客户的 投资偏好是不是 然后的话就是吧 他的一个这个这个风险成功能力 还有一个服务啊 需求的基础之上啊 所以说这里的话得知道 正向投资公司应当根据了解的客户情况 在评估客户什么的基础之上 第一 风险成功能力 这个当然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 为什么呢 风险成功能力的话 就是我们去银行买理财也好 或者我们做投资也好 基本上会先签个什么 你是一个风险什么样的人 是不是啊 什么风险偏好型啊 还是风险厌恶型什么 做那个表格 亏损了多少 你就会让你输不了了 是不是啊 然后你凭上你的学历什么 有没有投资经验 给你打分嘛 那就是这个风险成功能力的一个测试卡啊 另外的话你还要看什么呢 根据他的一个服务啊 需求啊 他服务需求的话 你看比如我现在是一个 我现在是一个刚毕业大学生 你让我 你让我给我提供养老的服务的话 可能我不太需求 不太需要 是吧 我是一个中年人的话 可能子女的教育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 那我养老的话 那么退休遗产规划 就是一个重要需求 是不是啊 所以说风险成功能力和服务需求啊 那么这个的话 通常是我们的一个 根据这两个的话进行服务啊 正向投资顾问又展现规定 第十五条 正向投资顾问应当根据了解的客户情况 再评估客户 注意啊 风险成功能力 以及服务需求的基础之上 向客户提供适当的投资建议服务啊 这两个 一个是风险成功能力 一个是什么 它的服务需求啊 把这两条物给它记住啊 所以对于第一章来说 各位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啊 总体来说啊 它的难度呢 不是特别难 是不是啊 那我们 把前面的几个重点的话 几个章章章章的话 给大家怎么样 都列出来 每一章PPT也划出重点 那么也通过吸气图呢 再次帮助大家去巩固 所以对第一章来说呢 它总体呢 就是一些记忆性的东西 是不是啊 不能做出饱饱饱吸 投资官不能是 不能同时是这个分析师 那种最常见的 是不是啊 然后的话 回访机制是吧 一个月 10% 三年 是不是啊 这些的话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 了解我们的客户的服务需求 风险成功能力 等等 类似于这些比较常见的考题啊 务必不要让它试分啊 好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